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几天比特币进行了大幅的回撤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有些紧张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打算就是给大家充充积雪 充充信仰 因为我在我看来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里也写了 我们还在这 然后后面的这一段呢 我们还没发现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过一遍 就是说我们之前就是讲过的逻辑 然后现在这些逻辑有没有变化 然后未来比特币又会去到哪里 为什么我觉得八月份还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势的一个月份 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有什么期待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比特币的走势 那么上期视频呢 我讲过就是说这条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时候比特币呢 在就是川普讲完这个战略资产之后 那个比特币大会之后呢 就已经接近了就六万九 然后好像到了七万左右 然后呢 看着就是好像要突破七万 突破这条黄线的位置 然后一路向上冲的样子 但是结果呢 事与愿违哈 我们跌下来了 现在已经跌到六万了 这条曲线了 然后再往下跌的话 有可能会去回测这个五万五万三这个位置 或者是再往下一点五万二都有可能 但是整体来看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比特币一直在这个channel里面 就是来回的摆动 所以说如果它一直在这个channel里面的话 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也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channel有点像一个巨大的一个ball flag 巨大的一个ball flag 那么如果这个是个巨大的ball flag的话呢 那个如果它突破的话 未来的价格可能会去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来就做一个就是猜想 那么第一个猜想就是 如果你拿这个线 就是我们当时从那个一月份 ETF之后开始暴涨的那一段 跟这个flag一起一对比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就是说 这里是应该是九月到十月 可能碰到九万这个位置 然后如果是你拿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线的话 比如说你拿从去年的这个十月份 这一条整一个的整个 把这个展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2025年的一月份 或者说还没到2025年 应该这里是2025年 所以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可以突破十万 所以这就是ball flag下的两种逻辑 两种价格的可能去到的点位 和缺了的时间 那么我会在下面讲讲就是说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 八月份会是个很好的一个月份 就是长势会比较好 因为我在这个之前的一期视频 就是这个第27期视频的时候讲过 就是说全部都指向七八月份 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来回顾一下 当时我在这期视频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看看是不是八月份 还是make sense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第一个用来做支持的是 那个周期理论 就是这是havingtracker一张图 给了我们这个三个每次比特币的 那个四年周期 我们看到就是紫色这条线是2012年的 然后绿色这条线是2016年的 然后蓝色这条线是2020年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当时就说 就是说如果看这个爆发的时间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开始爆发 那么大概是过了100天 或者是70-80天左右这个时间 然后如果推测来说的话 就是7月13号到8月2号 那么这个是个 rough estimate 当然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如果在20几天也OK 但是基本上按照这个走势的话 我们还是on track 就是说在后面会爆发 然后第二个我们用来论证的就是GPTC 然后我们当时说过就是GPTC的卖压会逐渐的减少 那么假设他按照这个趋势就去卖他的比特币的话 那他可能在6、7月他可能就已经卖完了 那么到6月的时候呢 那个GPTC还有28万个比特币 然后当时我们讲过就是说他的flow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从前面这个1月份到4月份左右的情况呢 是一直在不停的非常大幅度的outflow 对吧 大幅度的流出 但现在已经基本上减少了很多 然后还有几天是证的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说明这个卖压是基本上结束了 然后现在这是最新的一张图 就是我周五接的一张图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两天的卖压可能稍微严重点 但整体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恢复不到之前 就是1月份到4月份这个这么大卖压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影响了 第三个论证呢我们用的是Benjamin Cohen的那个周期理论 就是他用的是那个Market Peak的RY 来这几条曲线来算 然后他当时讲的就是说这条率线是我们现在的周期 然后这条率线呢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轮周期呢其实是跑的比较快的 然后他当时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这轮周期呢 在这里就爆发那么很可能我们的周期会缩短 也就是回到我们当时说的可能在明年一季度 甚至是今年年底就可能会见顶 比特币就可能会见顶 但如果他在这里盘整然后继续往后拖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恢复到我们原来的周期 而那个时候他的讲法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早一点的周期的话 那么见顶的那个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而如果是拖久的话呢 但见顶的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所以呢现在我们大概是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当时我们计算的是8月9号嘛 那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说这前后如果再出现比较大的拉升的话 是比较有可能的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讲了就是说 那这样的意味着就是我们的周期 逐渐的往后推的时候 我们的之前讲过的可能四五月见顶的 这个想法呢可能就要再往后推退了 可能在2025年的那个三四季度才可能会见顶 这个可能是更合理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这个时候的价格可能会更高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预测呢 都都都拔高了一点点 就之前的是觉得就是说 10到15万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 但我现在看X来看很多的分析 现在大家都觉得是15到20万 然后甚至是25万30万都有 因为特别是就是比特币的战略资产 这个事情被被被被坐实了嘛 所以就是大家会对这个地方更加乐观一点 下面一个点呢 我们去用seasonality来分析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然后判断一下它是哪个季度会表现比较好 然后当时我们圈出来的就是 2016年的那个having 2022年的having 然后发现第三第四季度呢 相对来说都会相对好一些 然后到第四季度之后的后面那一年呢 都会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呢 在第四季度的时候表现的是58%的涨幅 然后第三季度下跌呢 有可能是因为第二季度涨得太好了 然后往下走了 但是你看到如果整个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 这个部分的涨幅是很不错的 然后2020年的话呢 那第三四季度都表现得很好 第四季度有168的涨幅 然后后面那一年 2021年就大家都已经经历过了吧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季度上面一个表现 就是三四季度我们可以对于比特币有比较乐观的期待 然后呢三四季度之后呢 having之后的第二年呢 就会更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期待一个东西 那么这是个季度的分析 后面我们还用了就是月度的分析 然后月度也是圈出了2016年和2020年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 起码在10月份之后都是非常好的 你看2020年就是10月份之后就是27 两个月然后9月份又跌了一下 就相对来说会比4G要弱一些 但in general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年月份 所以我们可以对8月份有一个期待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啊 11月份也只是比特币表现的最好的一个月份 然后然后那个10月也表现的不错 所以10月到11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时间点吧 OK那么上面这两个呢 其实是就是说过去的那张图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在第三季度的话 我们是其实涨了2.7%左右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那个月度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7月份我们是上涨的 然后呢现在8月份我们是其实是下跌的 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个8月份之后会怎么走 就是说它会不会先跌前半个月 然后再往上涨 就是把整个涨幅拉回来 然后这样子整个月份翻绿 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去看一下 去期待一下 说完季节性呢 我们再来说说就是说第五个点 第五个点是流动性 就是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个风险资产嘛 那只要流动性上升的话 那么对比特币的上涨肯定是个好事情 那么通过我们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 这条黄线呢 是liquidity global liquidity index 我们看到从这里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然后很有可能会上升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看就是宏观环境里面的 这些流动性的这些信号的话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未来的流动性 是会往上涨的 那么这就包括了就是说各大央行 你看在降息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瑞士降了两次息 加拿大降了两次 那个瑞典降了 然后欧洲和英国也也最近开始降息了 对吧 然后就是这里面就讲就是说 这是一周前嘛 那个加拿大央行就降了两次息 对吧 就是他已经降了两次 在上周三的时候 然后那个英国央行也降了一次息 就是四年来的首次 对吧 first drop in more than four years 就这些都是验证就是说流动性在往上走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 最重要的肯定是美国的情况嘛 那美国呢 最近就是说这周五公布了大飞农嘛 大飞农确实不好 就是他只涨了11.4万 就是低于很多以前的这个数字 然后失业率呢 再度上升到了4.3% 所以当时我们如果看这个CME的这个 这个就是利率预测 就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他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市场上面对这个降息的这些交易的这个预测 然后现在就预测就是有22%的概率 是会降两次息了 就是这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下面 current是5.25到5 然后是零 然后降一次息是78% 然后降两次息是22% 然后如果看一天前的话 大飞农刚刚公布出来的话呢 那个我们降两次息已经到了74%了 所以那时候有衰退恐慌 有大家会对整个经济很紧张 所以就会期待美领储降更多息 那么可能在一开始 在恐慌的情绪下 大家都会卖卖卖卖卖卖卖 然后对各种风险资产进行抛售 可能会对比特币有一定影响 但是一旦就是流动性出来之后呢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那之后的涨幅就会更凶一点 那包括就是说年底的一个数据的话 你看到现在是年底的最大概率是从 现在是降一次两次三次 对降三次息是主要的概率 66.4%的可能性是降三次息 这是12月份 这12月份就是到今年年底可能会降三次息 然后如果你看昨天的话呢 都打算降 就第四次第五次都打算降五次息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些波动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年底的时候降三到五次息 那么这样的话 对整个比特币的流动性 就底层这个宏观的这个支持的话呢 肯定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除了CME呢 我们还可以用那个 两年期国债利率来做一个预测 就是两年期国债利率的走势呢 和Fed Funds Rate 这个橙色的线呢 就是联储利率 然后你看到就是说 一般来说这条利率是 这条就是说 两年期国债利率的这个曲线 是紧跟着Fed Funds Rate的 而且通常来说是领先它的 你看到它这里已经开始上涨了 然后Fed Funds Rate才开始上涨 然后它开始下跌的时候 Fed Funds Rate后面才开始下跌 所以它是个 现在是个领先指标 然后你看到就是 两年期国债利率呢 已经跌到了我们是3.38了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就是后面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幅 那么比较大的降幅的话 也是验证了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说可能美联储降息 会比你想象的要降得多 然后这样的话 流动性的释放会比你想象的要多 那么这样对于比特币的支持 也会比你想象的要多 所以我们可以对未来有个期待 说完流动性呢 我们再来说说 就是说各个玩家的比较表现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是澳大利亚的ETF 然后呢我主要想强调的就是 它一直在积累 就是它从一开始的85个到现在的104个 对吧 然后所以说它一直在积累 就是有一个持续的买力在那里 然后呢 MicroStrategy也继续去积累 它又在7月又买了169个比特币 花了1000多万 就是说这是买方的力量又继续在增加 然后呢 包括比特币的ETF 你看到这张图呢 里面的这个曲线 如果拉远来看的话 整体呢就是一直在上涨 就整体就是一直在上涨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持续的 就是说买的力量 那么上期视频呢 我们还分享了 就是Mara 就是最大的挖矿公司呢 花了一个亿去买比特币 而且比这个还重要的是 它现在是adopt一个full hot approach 所以它就会retain all bitcoin mine into operation 就它不卖了 然后还会继续去买 所以这个件事情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最大的矿股公司嘛 那么它的供给量肯定是最大的 那么如果它都不卖的话呢 那显然对比特币每天的供给量会减少 那么这就会推升币价 然后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情嘛 然后另外就是Michigan State的Pension Fund 也去买了比特币 花了大概6.6个million 去买比特币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Pension 也开始进来了 这个还是 这个趋势还是一致的 然后这里面有个重点 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当时在讲这些Pension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就是说截图 就讲就是说 他们的这些paperwork 为了让他们能够买呢 它需要可能到9月份 或者是10月份 可能才会正式生效 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这些机构呢 才会慢慢慢慢进来 所以这些机构 属于就是说领先者 但是还有很多的 可能其他的一些基金 主权基金 养老基金 他们都要买进来 但是他们需要去填那些paperwork 然后可能会在这几个月完成 陆续去完成 然后那么就会形成新的买力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上个就是周末 就是他们那个比特币大会的那个战略资产 就是已经就是submit了 就现在已经在congress里面了 要把这个bitcoin作为strategic reserve了 那不管这个投票结果如何 起码会进入就是主流政坛的一个讨论 然后呢 这个讨论就会让更多的就公司 或者是更多的就是说国家 看到美国已经这么做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 万一美国如果同意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先买一点 对吧 这里面肯定就会有一个博弈的一个成分里面 那么会不会这段时间的抛售 就是为了让之后的爆发来的更猛呢 就是为了让这些国家能够有更低的比特币的入场价格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考虑 那么说完这些 我还想分享一个plan b的一张图 那么他最近就做了一个rsi的图的分享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两个点我觉得非常需要注意 就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到顶 你看到就是说 比特币通常来说一旦爆发的话 都是到80到90以上的这个水平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才在65到70 所以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到顶端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时间上呢 也还没有完全足够成熟 你看到就是每次爆发的时间点呢 都是在就是鲜红色这个位置 你看鲜红色 然后爆发的时候开始变成鲜红色 这也是鲜红色 但我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相对来说 比较暗红的一个位置 如果它变成鲜红色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才开始拉涨 所以大家可能也需要有点耐心 就是再过个 再过个十几天 再过个一两个月 个把月 甚至是两三个月 我们就有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爆发 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这一点 另外一张图呢就是用onchain data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次比特币的下跌呢 基本上就只是去碰了一下这条黄线 那么这条黄线什么呢 这条黄线就是short term holder realized price 就是短期 那个比特币持有者 他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买卖价格 或者他们的持仓成本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就是回测了一下 让这些短期的人呢 那个把他们的盈利呢 给他抹掉 然后呢抹掉之后呢 才更好的就是经历下一轮的爆发 对吧 OK 然后这期视频的结尾呢 我想用X的这张图 你看到就是说 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从1160 一次次标到了2万 然后我们从2020年 我们从1900 一次次标到就是69000 67000左右这个水平 然后我们如果2014年 我们现在在67000 66000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么反正是六七万这个水平 那么接下来会飙到哪里去呢 是12万 是18万 还是28万 还是更高 对吧 这里面都有可能 特别是有国家的加入 有更主要养老金的机构的加入 有大资金的加入 我觉得这轮周期 有可能会比这轮周期 要更狠一点 因为这轮周期里面呢 有一个点 我觉得可能影响了 就是它的爆发 就是当时中国决定 就是说禁止 就是挖矿 禁止比特币 那么如果当时 那个中国没有禁止的话呢 那个这个轮周期 可能会跑得更远一点 有可能那轮周期就突破10万了 所以这轮周期呢 有了这么多大资金的支持 有这么多国家的支持的话 我觉得这轮周期 可能会跑得更远一点 所以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也去期待一下 但是这里面最想要说的就是说 不要害怕 这段时间的震荡和下跌 因为我们离爆发的时间点 就非常的近了 大家要diamond hand一下 忍住 不要去恐慌抛售 一定要去握住你手上的资产 因为你在未来的半年 未来的一年 你会非常感谢现在自己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